我們團隊中正萬華做了很多事 只是一般的民眾不會打開電視或看網路說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無止境的惡意罷免 我覺得對社會是沒有進步的可言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做什麼事情都蠻認真的 我相信就是這次的罷免案也不會通過 對對對 像委員當初在環南市場就是被嗆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反應怎麼樣 他第一時間反應當然是我覺得是稍微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畢竟疫情的關係 那大家都情緒上都比較緊繃 那那個時候可能他在語氣上有稍微比較激動一點 那後來我覺得林會長當然那個時候的語氣也是 因為他畢竟林會長在那邊就是做生意 那他當然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所以後來大家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雙方都比較激動一點 我覺得可能 大家也都不想這樣 後來誤會也有解開啦 對 Freddy那個時候也沒有跟我們事先說 那個時候他就是真的一時情緒上來啦 所以當下的話當然就是立刻幫他想說 要怎麼來危機處理啊 然後看 因為我們是媒體公關嘛 然後那個地方的媒體又比較多 所以就需要幫他 稍微再跟媒體解釋一下說 這樣子的狀況這樣子 我當下其實是 我是看新聞 因為就是先民眾打電話來 罵說啊怎麼這樣講話啊 然後後來就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就打開電視 啊也來發生這件事 我當下其實是蠻錯愕的 其實長左其實不太在意說被嗆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被嗆也沒有關係啦 但他覺得該做什麼 他覺得該做的他就是會做啦 對 然後他自己心情調適也很快啦 這個狀況沒有這麼的複雜啦 因為像其實就像每個政治人物一樣 就是有人支持你就一定會有人反對你 那只是因為這次罷免案的關係 那可能反對的聲音 當然出來會比較大聲 但事實上其實我們在 例如說我們這一陣子在這樣子 掃街啊街頭跟大家 就是請大家出來投不同意票這些事情 其實還是有蠻多的民眾 對我們看到我們都會跟我們說加油啊 就是他知道我們都 團隊跟委員都很努力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相信就是這次的罷免案也不會通過啦 對對對 像今天早上其實就有一位就是大姐 也是跟我們就是有說 就是對我們比倒戰啊或是什麼 或是一般民眾 有些時候有些民眾看到我們也會說 就是罷免一定會罷免啦什麼的 但是其實老闆都 我覺得他EQ很高啦 他也是都跟大家說謝謝大家的鼓勵啊 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段日子 以來努力的成果這樣子 說心疼也是倒還好啦 就是因為他 當然他在舞台上跟他從政之後再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他就已經很能切換這樣子自己的角色 對然後 你說他會不會不習慣說去跟人家街頭這樣彎腰敗票 我覺得也不會 他就是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做什麼事情都滿認真的 就是他在 不管是他在音樂界他也是很認真 所以才會有他 這麼多年來這樣子的成績 那他其實在從政之後他也就是 都滿認真的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就是做什麼像什麼的人啦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不習慣這樣子的轉變 我就不會 腳踏車掃街的話我印象蠻深刻的到是 像剛才就有一個民眾還會特地就是 衝過來跟他握手 對對對我覺得這也是跟一般 你說在車上掃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更能更容易的可以跟民眾互動啦 所以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除了這個以外 我就倒是 我覺得那個畫面是很不錯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說 當地民眾跟他就是很真實的互動的方式這樣 之前在 在沒有這個罷名案之前 他在國會裡面是 他是真的抓到時間就會運動 就像他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大家之前也都有報導過 他在辦公室裡面也都有放一些像飛輪啊 然後單槓啊 他也是就是時不時就會 只要做事就會有運動 就是對對對 蠻心疼老闆以及那個 我們團隊的所有人啊 因為我知道疫情的時候 我在當兵的時候很少能夠用手機啊 但我晚上能放手機的時候都會看說 我們團隊今天到大概 萬華大概什麼事 對因為那時候快退伍的時候剛好疫情大爆發啦 那我也知道我團隊 我們團隊為這個 我們的中正萬華做了很多事 那只是一般的民眾不會打開電視或看網路說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那其實他們做了什麼 其實跟一些里長就是有幫忙 然後救護車那些的 那我也知道 就覺得蠻心疼他們都做事 然後被講成這樣 那也因為華南的事件然後被拉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也不能說 因為罷免我們才彎腰鞠躬 我們也選過兩次 而且是連任的 我們之前該做的 跟民眾拜託啊 還是在地的服務 跟里長做聯合 跟里長跟議員一起做的任何 會堪協調會 都是委員親自出面的 那我不覺得說 他有什麼包袱所在啦 這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我覺得有不同的聲音 那當然很好 但是我是負責委員入站的 那基本上這些腳踏車啊 站路口啊 徒步掃街都是我來包辦 我來安排啦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正常 可以接受範圍 只要不理性的去動手動腳 我都覺得是OK的 最受傷的應該是那天 那天在中華路跟南陵路口站路口的時候 就有一個民眾一直對我們比中止啊 然後其實他心裡 當下其實我感受到他 其實蠻難過的啦 我有過去拍拍他說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本來就會有這種人 那就是不要理他就好了 那他有沒有說什麼 他當然因為那個時候不會沒有說什麼 就是我知道他心情有受影響啦 但我覺得身為一個幕僚 就是要去安慰他當就是 讓他的心情比較就是不要那麼 起伏太大啦 其實我只因為這些都是我在排的 我只怕被罵啦 因為我個人是怕老民啦 就是畢竟車隊拉這麼遠 就是因為我是負責前面 我只看前面跟後面委員有沒有跟上 然後有沒有民眾做抗議之類的 那這樣我看起來 嗯我不敢說這個活動是很好啦 但我覺得能進一步跟百姓就是 比較沒有距離感的騎腳踏車去互動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不管怎樣都要把它視為 就是終點站就到此為止啦 因為我覺得這種對這種無止境的惡意 算是惡意罷免我覺得對社會是 就是沒有進步的可言啦 就是你一直重蹈覆測就是 你看你這樣兩 原本四年可能就是忙選舉一次 然後變成你兩年就是準備 那其實對社會的負擔是蠻大的 對 他就是偶包很重啊 就是他可能出發前就會 他就說下場那個我的髮辣的 然後你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然後稀有面子 然後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偶名就已經剩差不多兩分鐘要出發了 他說下場你可以去幫我買中溫拿嗎 雖然是不遠啊 但是有時候就是我已經交頭爛了 然後我覺得好沒問題沒問題 老闆他的偶包很重啦 就像他平常我們辦公室在訂餐 然後我們就都會吃什麼牛肉麵啊 然後便當啊什麼 但是那些東西他都不吃 他就只吃水煮餐 而且他的健康餐是一定是沒有飯的 他就只吃菜跟肉 他不吃澱粉 對他完全不吃澱粉 所以就是不管怎麼逼他 他都是吃這些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像我們萬華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 他就說老闆要不要吃一點啊 他有可能就是意思性的吃個一口 然後就回去吃他的血魚相思 對對對 他就會是像我們上次有一次 就給他吃一個我們萬華買回來 非常好吃的那個草莓麻糬 然後他就一看到他就說 欸這什麼 我們就跟他說啊 這是草莓麻糬很好吃 然後他就說 那我先來看一下熱量多少 然後他就開始查那個熱量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我們就其實就是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跟他講說 有一些什麼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要跟你對一下 然後他就好像都沒有在聽 然後他就 然後我們就講完這些重要的事情之後 他就突然說啊 我找到了草莓麻糬的熱量蠻低的 這個我可以吃 我可以試這樣 就其實從去年這樣一年多看下來 就是很多場的罷免案都有出現 像黃捷啊王皓宇啊這些 不斷的有 國民黨這邊提出來的這些 我們說是報復性的 就是他對於 還有像是陳普衛委員也是 就是他們就是針對一些 尤其是 我覺得尤其是針對小黨五黨這種 比較沒有傳統的政黨 資源的這些候選人 就是很明顯都可以看到 你看像黃捷之前 現在是武黨嘛 然後 王皓宇雖然他後來加入民進黨 但他其實就是綠黨出來的 市議員 然後陳普衛委員是激進黨的委員嘛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針對性的做法啦 那 那當然我們可以希望說 如果 就像你講的 就是 如果這個 這次的罷免案又通過了 那 是不是之後他們又會再繼續 往一些 一樣是小黨五黨候選人 那其實這個是會 除了這是報復興罷免 也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操作以外 我覺得也可能會壓縮到 就是 年輕世代 新世代或者是小黨 這樣子的生存空間 我覺得這樣 對台灣民主來講 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就是這一次的罷免案 可以就是 可以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就是順利的不要讓他通過 那就是讓這種 尤其是針對小黨五黨的這種 罷免 報復性的罷免 可以就是終止在我們這一站 像之前他在媒體上面受訪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講過啦 就是說 他覺得他現在這個五黨的身份 當然我們有很多 理念相近的朋友 是民進黨籍的沒有錯 但是他覺得他在立法院 有蠻多項的工作 例如說 像我們有組成一個 立法院的香港連線 西藏連線 然後還有他最近 非常努力的 開放國會的 相關的事項 那這些東西其實 他以一個 無黨籍委員的身份 他其實更好去串聯 不同黨派的委員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 如果他有一個黨籍存在的話 那可能就會 其他 例如說 你如果加入國民黨 那國民黨委員 可能就不一定想要 配合你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其實是蠻 珍惜他這個 武黨籍的身份 可以這樣 再立法院做一些 跨黨派的串聯的事項 所以短期內 我是不知道他的意願 但是短期內應該看不出來 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我覺得還是尊重他的意願 對對對 就是如果他想要 用他這樣武黨籍的身份 繼續來推進一些 跨黨派的事項的話 那我們黨幕聊了 當然就是 就是跟他的腳步繼續前進這樣子 對對對 選前騙選票選後撈鈔票 就是這樣啊爛透啊 林昌左被指控都在騙 他的紓困文宣上強調 成功爭取農委會 批發市場紓困專案 但成銷人都沒有領到 直到12月29號才領到 也被指議是配合罷免就 林昌左 總共4224萬的紓困金 被指議是壓到罷免投票前才發放 等於是變相幫林昌左收買選民 對此農委會強調一切都按照規定 不過林昌左也被指議 怎麼一下大安區人 一下中正區人 我在大安區出生 我在大安區求學 我到現在也是大安區 這是2021年的時候 才要被罷免的時候 我從小就在中正區長大 罷免倒數個民間團體 政治人物繽紛多路 宣傳罷免 清零散場 每天兩場車隊掃街 1月9號罷免林昌左 1月9號罷免林昌左 罷免日逼近 罷免團體積極宣傳 催除選票 TV別新聞 流力程采為台北報導 而週日就是 罷免林昌左的投票日了 最後時刻 空戰文宣齊發 台中第二選區的候選人 林靜宜跟隔魁蘇貞昌 都現身在廣告裡 擔任立委五年多 我始終堅持在地方生根 在國際為台灣發聲 林昌左公布最新廣告 罷免最後關頭 這大咖也終於出現 不過是在彩蛋裡 院長 辛苦了 我們要一起鎖住台灣 據說是只拍一次就到位 不過公布這新廣告 原本慎重其事 林昌左還特別找文青場地 辦記者會 但 我又發生什麼事 設備狀況怎麼樣 就是撥不出來 林昌左坐在旁邊好尷尬 最後只好先受訪 我覺得這一連串的 一年多來的這些罷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都有一些這個發起者 他背後都有一些 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只是同一時間 時代力量也在開記者會 公布2022議員提名 改變時事 改變時事 與力同行 與力同行 但確實罷免這陣子 昔日黃色戰友都沒看到 反倒綠色新戰友 毫不避諱相挺 沒有沒有都沒有特別去討論這些 因為我們這兩三個禮拜以來 基本上只要願意來肯定 我們過去這幾年 不管問政的表現 或在地的服務 我們就都是盡量來安排到行程裡 來幫忙我們的 我們都已經快要安排不進去的人 行程裡了 所以還沒有往外去想 有人是外 自然就有人是內 林昌左其實真的只差一步 就變綠色 TVB新聞 張敏如 譚英倫 台北報導 好 罷免同校日的最後衝刺 繼續來關注林昌左 其他身邊有非常多民進黨的大勞 以黨公職的身份相提 連總統蔡英文也現身了 交給英倫 持續帶你來關注到的是 台北市中正萬華區立委 林昌左在這個禮拜日 就要進行他的罷免選舉了 其實他這禮拜要非常的積極 那當然在今天下午 也出動了總統牌 確實沒有錯 總統蔡英文 他跟他一起來到了萬華的廣照宮 這邊來進行參拜 不過在這段時間 其實疫情算是比較緊繃 也爆出了幾個確診個案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總統蔡英文 是不是只顧選情 不顧疫情呢 那總統似乎有發現這件事情 在致辭的時候 也特別提醒了大家 要小心防疫 來看小早片段 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還是要注意防疫 水癢要帶著 要常常洗手 我們的指揮中心 叫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聽指揮中心的指揮 更重要的 我要做一個現場調查 打過兩劑疫苗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打過第三劑的呢 我不錯 好 你可以看到總統 還特別跟鄉親來互動 那其實這個面對這樣質疑 林長佐也幫忙回擊 說其實他這兩場選舉 罷免都是被動的 那當然今天廣照宮參拜之外 其實在選前職業 總統還會來力挺站台 那也包含副總統賴清德 剛剛林長佐也說了 明天也會跟他一起 有一個參拜的活動 那總統蔡英文確實很挺 不只今天的廣照宮 還有選前職業 在上週的中常會 也有特別辦記者會來力挺 所以確實在這一個多禮拜 是連三挺 那行政院長蘇貞昌 好久沒有看到他 不過他在早上 林長佐的新廣告裡頭 彩蛋中也有出現 那這三個人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以及副總統賴清德 都會在選前職業 來力挺林長佐 主播 好確實一輪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總統今天正台 明天副總統也要來 那麼罷免案過後 林長佐會不會 真的加入綠營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林長佐在最近 跟很多人都有來 同台同框 但不少人就有發現說 大多都是民進黨的黨內大咖 或者是立委 這個議員等等 所以很多人就在質疑說 這林長佐到底什麼時候 會加入民進黨呢 不少人覺得最多的時間點 可能就是在這個 罷免選舉完之後 他加入民進黨的可能性 是最高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 他總該要還人情吧 不過林長佐怎麼回應呢 他在最近的這個受訪 大多都講說 其實他在這個立法院的 這個運作上面 其實跟民進黨之間 還是有一些意見相左 但他很感謝這個 總召柯建民 都還願意來出來站台力挺 那他目前是沒有考慮 要來加入民進黨團的運作 但很多人覺得 目前不代表之後不會 所以最覺得他的時間點 還是在罷免完之後 那當然在這個總統 蔡英文的部分 他今天早上也有說 他在過去的兩年之間 是跟總統有時候會談論到 這個入黨的部分 不過都是比較輕鬆的在討論 那大家就覺得說 林長佐其實一直跟民進黨 都算是比較親近 但不知道觀眾朋友 還記不記得 他過去是時代力量的立委 不過後來退出時代力量之後 確實是跟民進黨走得比較近 那他之前也曾經講過 不會排斥來加入民進黨 那這個加入的時間點 如果再罷免選舉成功 如果他沒有被罷免的話 或許那個時間點 是大家目前覺得最有可能性的 主播